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8月13日 这是今天第一场 读报点评节目 先来综合谈谈海内外的重要新闻 昨天晚上看到这个推特上面 有几条消息就是关于 卓州和霸州老百姓 现在对中共非常不满 因为无预警的泄洪就是杀人 现在这个水落石出 所以说老百姓 现在这个有可能要搞一些抗议活动 甚至已经有了一些零星的零散的一些行动 中共很紧张 看到一个视频上大批 武装的军人和装甲车 开进了卓州 这个场面是超市人看 给大家看一下 可能是不是太清晰 不是不是太清晰 你们看一看 看看这个 视频画面 看装甲车 开进了卓州 吓死人了 仿佛那个地方是发生了战争 其实不是 抢险那时候部队不来 救灾的时候看不到这个当兵的 反倒是灾后 为了防止民间骚动 打一个提前辆 震慑老百姓 装甲车 躺坑进来 还有视频 高碑店的这个老百姓 上访 小规模的 结果呢 被这个 殴打 这个是高碑店市政府 因灾民 讨售法 现场是军警 林立 大批武力 警力呢 封锁现场 阻止 发生抗议活动 这是一段视频 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因为这个很简单的视频 画面看 看见没有 高碑店 高碑店 全是警察 气鼻声音 防止老百姓 民变 可见人民群众非常仇恨 你看后边还有一段视频 那就非常直白了 就是说呢 也是高碑店 据说 上访的时候 上访的时候遭到这个 当地官员的 群殴 几个警察 把老百姓打了一顿 原本老百姓有了这个 社会有了困难上访 应该接待 政府是有责任的 因为无尽 运行泄洪 这本身是一个犯罪 表面讲是 人民是江山 江山是人民 实际上是对人民群众提出的诉求不大不解决 反倒镇压那些提出诉求的人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 你看 这场面 啊 这就高碑店发生的啊 欧打这个老百姓 警察 虚无老百姓的场面 不知道清晰不清晰 应该是比较清晰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个习近平统治到了默契了 没什么道理讲啊 只有就是和老百姓作斗 你看这场面 也是超震撼 你看 欧打老百姓 你看 这种这个小视频 现在网上很多 我要讲的什么呢 就这一次 着手霸手 还现在正在 泛滥成灾的 正在进行当中的 东北的 洪水灾害 都来了 极端天际下暴露了 中共统治的 这个 无能残暴 表现了西级行事讲一套 这个做一套 所以新华社今天是 为了应对这种形式啊 遮掩矛盾 叫美丽中国建设第一线 让万里山河更加多姿多彩 你想高碑店老百姓 也好 还是霸州 还是 这个卓州 他们哪有这个心情 欣赏所谓的美丽中国 你看第二题 也是为了婚姻眼下的形式啊 给我的感觉这个小编们 就是 记者小编 有嘲讽习近平的意思在里面 你看这 学习近行时 今年以来 赴地方考察调研 总书记精心模仿 这个首要任务 我们看什么首要任务 这非常有趣啊 现在人民群众现在对习近平最有意见的 就是什么呢 你到了这个天灾人祸的时候不到第一线 隐身 怕死 懦弱 自私 啊 治人民群众的生死不顾 冷血 所以 所以新华社今天第一题就讲 习近平考察的 就 习近平工作的方向不在这方面 在什么方面 你看 列举了啊 密集考察调研 推动高质量发展 就习近平关注的是高质量 发展 不关心 低端人口 他把这些老百姓称为 是草民 4月份 考察了广东战节 茂名广州 5月份 考察雄外兴旋 6月份考察内蒙 胡考特 这个7月考察了江苏 苏州 这都是漂亮的地方 你看 在今年以来的7月世界里 总书记的足迹 涉及到7个省份 最密切的时候在1月去了3个省份 行程安排的满满当当 但是就是没有 灾民需要去的地方 卓州霸州 高贝殿他不来 看见没有 来的是警察 装甲车 唐克尔 来的是镇压 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些文章 你看 密集的考察调研足迹 始终贯穿着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 鲜命主线 要的是盯着的高端 低端他不管 困难不管 要的是亮点 你看这篇文章 是不是具有一定的 这个嘲讽 性质 就是 哪壳不开 替哪壳 计划社会矛盾 人们看了以后 肯定非常生气 第三题 你看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习近平还有文化足迹呢 延续千年文脉 古今相得一丈 其实这东西看完以后 不要以为他仅仅是 讲什么中国的传统文化 不是的 他是想搞帝王制 学姐脑袋就想当皇帝 因为他认为中国和美国不一样 美国要民主选举 我这里是中生制 我就是皇帝 将来我的儿子孙子叫千秋万代的 习是大同志 习是大帝 我要建立 他始终想在西安城地 这全非是我乱讲 习近平掩饰不住自己的野心 因为他现在干了这十多年 搞了一塌糊涂 得罪了很多人 谁上来他都不放心 只有把儿子 叫了夫人上来 或者他女儿 女儿可能性不大 据说他四个私生子 我想他是在这方面 在这个下过火 你就看最近一两天 万维网今天发表一篇文章 习公主一家 陆真容 一批人跟着遭殃 日前公安部 称三年抓获 泄露个人信息的 数千名行业内部 此消息引起外界的揣测 此前 习明泽 女婿 叫秦岳乐 还有姐夫邓家贵的个人信息 曾被中共警察外泄 他就开始抓这件事了 王晓鸿跟着重重自重 你把皇帝家族的秘密 泄露这天大的事 是吧 据报道 中央公安部 10号在新华会 称 打击 冲犯 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锚定 行业内部 泄露的源头 2020年以来抓内鬼 抓获电信运营商医院保险公司 房地产物业 快递公司 行业内鬼 2300 多名 中国问题专家 李源华分析 说这些内鬼 实际上 比这多得多 但中共 一直允许存在 现在这些 报道说明 公安部 公民一直在失职 采与这么多的个人信息 被泄露 当然你泄露了 别人的信息 无所谓 草民无所谓 关键你泄露了人家秦家的 这个习家的 对不对 随时抓了一体人 包括宁腾宇 以前我讲到了 你通过这个事情 你可以看出 就习明泽的个人信息 外露案 这成了个大案 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 今年6月底 习近平的习明泽的 证件的照片 再度上了网 根据曝光的 户籍登记资料 秦月乐 和 西明 则为书期关系 两人 还和西明 彭主缘共用一个户口本 落户 北京东城区 前恩寺胡同 23号 你这么详细 谢谢 一批说 那么 在早前的 2020年 12月30号 24名中国年轻人 被控 通过 支纳 维基网站 泄露了 习明泽 习明 姐夫 邓家贵的个人资料 冒名 法院 判 这个 这个 林彭宇 14名 昨天讲到了 这个创办人叫肖燕瑞 他透露 说是习近平女婿的户籍 是警察透露 于是习近平就开始痛下狠手了 就这一件事 搞得是鸡飞狗跳 说是怎么泄露呢 2018年有一个人给警察6000块 他就把这资料就卖了 就像火箭区一样 信息说只要给了钱 就能卖 就习近平还没打仗 这个火箭军全军覆没了 军头覆没了 还没开战 个人信息已经泄露到社会上了 老百姓对新闻非常犹胁 再搞了个冤假错案 把农藤宇一判呢 搞得民怨沸腾 如同这次这个 洪灾 这个泄洪 又造成了什么呢 卓州霸州 老百姓的不满 你想这样误打老百姓 老百姓把这个仇恨放在心里 现在马上就要打仗了 要搞战争 习近平是 非常危险 啊 今天海外媒体还报道了中共的国会的经济问题 也是一塌糊涂 你看 刚才看到大纪元的报道 纵网消息传出中共对十几个财政最差的隐形 这个在 要查账 外媒透露啊 国务院李强活了 派出十几个小组的前往十几个 财政最差的省份 那肯定是对地派的 有辽宁 黎克强老巢 是吧 博西来的 呃 王敏的 然后呢 是这个 内蒙 啊 广东 广东 针对汪洋 胡顺华 这个河北也是针对胡顺华 西藏 胡顺华 对吧 等等等等吧 还有周强的湖南 一定是这些省份开始查 那么这篇文章关于查他们隐形账的问题 啊 经济问题 资产负债的问题是普遍通病 就各个省市其实已经是经济破产 一片萧条 这个 民生凋敝 民怨沸腾 他就开始搞内斗 这个情况等到下一场再详细讲 我们来继续看看新黄社这个下边这些文章啊 都是虚假学转啊 其目的是什么 为了遮掩 就是 眼下这个矛盾 社会矛盾 你看 还有 习近平也很着急啊 这个出台的一个政策啊 关于进一步优化 外商投资环境 有意见 又开始发文件了 想往会转一转 很难啊 这个出了个文本 关于进一步优化 外商投资环境 你们来吧 不要走 外商线纷纷撤资了 现在你看 这个 2019年一到第1季度是来华的外国人是3万多 现在多少 现在才5万 5万还有一半是港澳的 你就想想 完蛋了啊 经济上一塌糊涂 为什么 李嘉诚跑了 李嘉诚要卖房子 今天这个海外媒体继续炒作的事情 也就是非常的狡猾的 精明的 李嘉诚 他为什么要要这样 那就是因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 看到了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美国对中共的这个制裁 开始这样 就是拓展领域 不仅仅是什么 就是这个 以前是 是对芯片 现在击中三个行业 就是三个领域 芯片 这个量子计算 AI 而且地区扩大 以前不包括香港 澳门 现在开始制裁了 这一制裁以后 香港的电子产业 鞋子楼就完了 所以压制很狡猾 只在香港完蛋了 如果 想对待大陆这样投资 包括 各方面的限制 扩大到了香港 中共就死定了 就像华为手机 一起 最后怎么样 几乎破产了 是吧 你看以前华为手机多厉害 所以 这个 党内 资深 对习近平不满 习近平很着急 怎么办 开始往回转 啊 搞这么一个 所谓的文本啊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 密度的意见 你看这里一条一条的 你再怎么讲 也没有用了 你看 里面讲 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 保障外商投资企业的国民待遇 三持续加强外资投资保护 等等等等 你再加 加加强 没有用了 就反间谍法 人人都可能成为间谍 是吧 老外不来了 害怕 随着你这段 套着浑水 热月神烧 搞不好给一个间谍特务 对不对 成为人质 绑架为人质 所以没有用 你看后边 两部门 会上部署重点地区 防汽 防台风 现在 中共 我现在已经是这样的 自然灾害非常严重 还有辽宁 暴雨 听说大连也受灾了 辽东沿海城 水位上涨 吉林 法国地质灾害 黄色预警 等等 这真是 无漏 又评 又评 又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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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夜语 说 这个确实学上加索 这表明 习近平 统治 遇到从未有的挑战 这时候 秀一秀航天科技 这次很吓人的 因为汽车闪业也可以留后门 你买了中共的车 它在到处跑 美国 西方的七大 五眼联盟也害怕呀 据说正在研究 怎么制裁中国的汽车 将来恐怕要倒下 所以说 非常非常的麻烦 现在这一天 这篇文章 主要是秀航天科技 中国航天 航天近期 连续发射成功 意味着什么 还在却牛皮8月13号凌晨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 以运行火箭 成功将陆地探测 4号01星发射升空 等等等等 习近平现在是 脑袋里就装了毛泽东当年讲的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实际人民 这个力量大 没有我们做不了的 人定胜天 其实人只能顺天 所以习近平整天就是 这样讲吧 他脑袋里边 扭曲了 所以会西方作对 一路把今天搞到这个程度 已经走不回去了 你看后边这些都是大好形势 什么湖北 沿江游库半价 还有什么呢 理念深入人心 从成都大运会 看这个中国的 看这个体教融合 等等等等 因为现在是还属于和平时期 和平时期有的时候 把双方这个争斗浓缩在一个空间里 那就是运动会 主要 某一个项目什么 当了第一名 就是为国争光 实际没那么 没那么重要 这个 西昌看重这些面子的事 那么下一个是 虚假数字 月苏上半年 鸡的屁 双双突破600亿 你相信吗 现在经济搞得一大糊涂的 竟然竟然出现这样的数字 就像毛泽东年代 大干快煞 母产万劫粮 放微星 这些都是欺骗 他主要是因为什么 因为经济不景气 外界议论太多了 所以他找几个比较好的手 广东 江苏一直是比较好的 他就把他的GDP拿出来 双双突破600亿 他说他多少就多少 因为都是 党管一切 是吧 那自然而然 这些数字 严重的 这是 应该是硕水 就是 这个 可以这样讲 没有多少真实性 马云不讲了吗 中国哪有数字 哪有真实的数据 为什么经济学家 一评估就错了 那数字都是假的 统计军是党领导 对不对 你看 外交部 这是真的 赖清德 过境美国 这个事是大事 中共国很在乎这些小事 我发现 中共国死要面子 活受罪 其实人家赖清德 路境美国 这个事不是新鲜事 蔡英文不是也搞过吗 你看美国资金今天报道 法官也报道了 法官的题目是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过境美国 抵达纽约 中国强调反台独 8月12号 副总统赖清德 有可能下一届竞选上来 所以他过境美国是很敏感 北京似乎对这位台湾 总统候选人 与美方 政治人物会面感到不安 承诺将作出 坚决的反应 这是赖清德 赖清德 过境美国的时候 受到了 这个 一些华裔 组织的欢迎 看你们赖清德 我也看到一个小视频 赖清德匆匆忙忙 从机场走路 讲了几句话 其实我认为他讲这话 也没有什么 敏感的 不知道为什么 中共国是很在乎这个事 搞得非常紧张 其实他 他到了这个 过境的事 都是从不过去 台湾领导人的举动 你何必呢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东北话讲的好 非常好 小闭心眼 什么事 隔在心掌 是不是 你发展你的发展人 因为台湾一直也不归 对中共领导 这两个政治实体 独立的这个实体 应该讲 就是你不承认他也是 这个 有自己的军队 自己的司法 自己的制度 什么都和你不一样 你那么纠结有什么用 你就如果你要比拼 就是你变成民主化 民主化开放党进暴力 不就解决了吧 你看美国人也发表了 篇文章 美国自信的题目是 出访巴拉圭 台湾副总统 赖兴德 过境纽约 台交欢迎亲中社团 逆抗议 哎 还是人家美国自信的大篇媒体 文章写得好 讲到两派的观点 台湾总统赖兴德的巴拉圭 资旅在美东世界8月12号 抵达 首战过境纽约 这是他接任 处总统后 第三次外访 同时也是 时隔不到两年再次过境美国 再次过境美国了 连日来北京加大了对台湾周边的军事行动 用这个来报复 对赖兴德过境美国表示强烈不满 这篇文章讲 星期六晚间是8点15分 赖兴德 搭乘 黄航客机抵达纽约 麦肯尼迪机场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琴 和美国赛台协会 执行李氏蓝营 前往街机 这个文章等到下一场 再和大家详细地谈一谈 因为今天的新闻比较多 这是新闻中书 那中国国怎么讲的呢 中国国非常生气 外交国发言人 就赖兴德过境 他把他访美称为串美 使用一个词 中国词多 很生气 串美 他就又强调台湾问题 中国的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美中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 可见他很纠结 所以台湾的美国的议员很精明 打台湾上排 就叫老共躁动 希望能搞起战争来 实际上有些人希望早打 那么中共现在早远似的你 给我的感觉不太敢打台湾 好像要打菲律宾 这一两天没有消息了 说不定 有私下 是不是和菲律宾复远了 是吧 政治都是很肮脏的 他光报这些 报道这些是万分之一 随着他们怎么了结这个事 这是今天关于赖清德这个事 也是新华社的药本 今天还有40多部新片上映 中国国产影片 强势主导的 暑期电影当 这是中共的强项 为什么呢 洗脑 而且他的独家经营 影天都是政府投资 文化局的管理 还要审查 所以说你不看也不行 甚至是机体买票 公司拿钱 比如一个国营企业 为了照顾员工 看电影 周末一个人要电影票 两张电影票 连老婆去看电影 这部产业就兴生了 秀这个事 这是今天媒体的报道 说40多部影片上映了 那么这是 暑期票房党 突破了160亿 显示自己的经济形势 一片大好 这个事没法比的 你要在加拿大没有这个事 任何人都可以拍影片 是放开竞争的 后一步 敌毁美国 开始批评美国 将美国夏威夷的野火 成为美国百年来 最致命的 野火 确实 美国加拿大 质力这方面是很差的 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加拿大加拿大问题 我从来不是说回避 但是美国的政治制度 这个应该讲 美国加拿大的政党人体 议会民主这东西 使人共同的财富 那么在药文聚消里面 讲到这个 王毅 讲到王毅 你看王毅 昨天做了一件事 是很丢人的 也就是新加坡的外长 这个会见王毅的时候 宴请王毅吃饭 没有打领带 我认为他没打领带 可能两个原因 一个可能是故意的 就是说 羞辱羞辱他 可能性不大 因为新加坡和中共 关系比较好 因为他是忘了 这就说明人家很休闲在家里 比如说 和太太一起做饭 是吧 或者是 一家人 这个 做自己的事情 其乐融融 后院里出草 或者是怎么样 啊 我不太清楚新加坡这个外长 是什么待遇 是吧 我估计 可能是 肯定是 不和中共领导人一样 中共那些领导人 各个当了官以后 拿到这游手好闲 秘书 跟随一帮呢 是吧 王仪呢 就为这个不大领带的事 你看 现场有个小视频 今天媒体报道了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你看看 王仪 王仪呀 就因为没拿领带 你看 你看 他一看别人没拿领带 他给领带就卸下来了 你看 注意看 他带着领带 对方没带领带 他发现了 然后他就开始 把领带就撕下来了 就解下来了 就是这个事 我觉得 完全是应该是 外交 是非常大的一件事 国和国之间的事 不是你们自己 有礼貌没有礼貌的事 这招装 我给你讲 个人都不同的习惯 你想我 我最烦的是 是大领带 为什么呢 你大领带 脖子 是不自在 而且这个 假不假是 装目作样的 我看 这不是个好传统 是吧 你觉得挺美的 一个绳子 缠绊 你觉得挺美的 我觉得不太美 所以我现在是 发这个东西 但有的时候 没办法 是吧 你想 到纽约参加 记者协会举办的 绊奖仪式 就是打领带的 是吧 我要讲的什么 西方原来讲 就讲打领带吧 那么 既然人家忘了 你应该是很包容的心 是吧 这是无所谓的事 因为你为了国家的利益 你个人忍一忍 你看他 很不礼貌 就是什么 你看他没戴领带 马上人要和他 握手拥抱的时候 他竟然 他醉的那个神 那个领带就要解下来 你看就和习近平一样 东北话讲的好 小闭心眼 是吧 这种人做不了大事 我就跟你讲了 做大事的事 很宽容的 是吧 这都是 生活的小技 无所谓的事 什么打不打领带 是吧 那有些人比较计较 薄写来也很计较 啊 我记得薄写来是 见这个 马兰西亚 有个外甥 姓华 我记得清楚 在新海湾的地方 那个人投资 他很有钱 叫黄什么 黄庭芳是什么 我忘了哈 不是年代太远了 也是 这个薄写来 总是打领带这个事 他俩都打领带 薄写来就说 今天我为什么打领带 因为黄老板 将给我们一个重大投资 所以我打领带 不管怎么样 他好像场面还过得去 你想王瑜 都尽了脸 一看就这样的外交官 你是怎么能够 把中国搞好 就为这点小事 就能当场就 就翻脸 非常不礼貌 而且新加坡 对他是 对中共国 关系还是比较好的 这就反映了 他这个 处事风格 是不是 生活当中 非常计较 别人对他态度的人 图表面现象 现象 这种人都干不了什么大事 干不了事 事啊 我觉得他在这点上 远远从他 外交的 风格 这个性格 细节给我看 远远不如清刚 清刚比得好得多 那么由于习近平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 包括外交 所以昨天 一个小视频 有一个 小孩 这个小孩大概那个是少年吧 长得胖胖的 发表了一顿对习近平严厉的抨击的言辞 我不给大家播放了 他可能是有版权的 以免人家 有一切 就这个视频 你看 这个小孩大骂习近平 好像是在国内 在国内 跟你讲的内容 好像在国内 在墙内 超猛的 这表明啊 反对习近平的人 非常多 包括外交政策 习近平 胡者 使中国变得非常孤立 你看 下一题 要我们聚焦里面 他是在 疫情 这个 殉情来临之前 他放水 不告诉老百姓 事先通知 他反倒现在 马虎号 组织什么 共情团组织1.9万个青年突击队 234万人次参加 制变者 投身防训救灾工作 大家都看看 那些义工主动来救援的 男女老少都有 不仅仅是什么 共情团 是不是 他这明显就是什么呢 把这个 防疫 把这个 这个 抗洪 抢险 这个是 功劳 挂到共情团 这个事 你看就 党棍思维 就是一种欺骗 实际 这一次洪水来临 我们看大量的视频 邻居就邻居 陌生人 就是从全国外地跑来 救这些老百姓的 没有看到政府 有利益的救援 只是后期 看到了一些 摆拍的 是吧 一些冷血的摆拍的 一些无耻的 甚至造型造假的 这个已经和过去 这个江泽民的时代 尤其是 古锦胶的时代 完全不可同仁而鱼了 因为那时候本人 参与这些 救灾的报道了 有发言权 过去没有过的 这说明 习近平所谓的新时代 走到了今天 已经是这么讲了 穷途没路 即将 土崩瓦解 你后面那些 他就开始 没有办法 打仗 就把矛盾转向海外 调起一场战争 所以他树立军人的典型 又一个 既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成林 边疆利润 高原剑刀 又开始 忽悠 像50年的忽悠 我爸爸那样 找炮灰 下一题 23年中国国际贸易 负贸易交易会 9月2号到6号 举办 他抓经济 中国国内就是政治化了 动不动去搞什么会议 政府大台 企业商信 这种会议我参加太多了 20多年期间 就是东北流行跑遍了 哈恰会 乌丛冰雪街 图门江下游的招商会 大连的服装节 出口商品洽谈会 等等 多如牛毛啊 目的的什么 都是显示政府的作用 这都不正常 这篇文章 披露 就是要2023年 叫服务贸易 这个会议 9月2号到6号 在国家会议中心 和首都 首钢园区举办 主题是什么开放 引领发展 合作 共赢未来 已经没有开放了 开放应该是 首先对美国开放 你先抓特 和美国对峙 不可能是开放的 只能是封闭 你看后面 只有抓人这条 干得很好 朱记打掉 网络赌博团伙 涉嫌 涉赌 流水 资金 1.2亿 人民币 啊 等等等等 还有强险方面 就是突发世界 死人方面 西安市 习平的老巢 啊 山洪 泥石流灾害 造成20年 一人遇难 因为21条生命 又没了 这习平统治下 是天灾人祸 着使人祸 这个加速了 中复共产党的这个崩盘 那么其他的国际新闻下一场 为了和大家一起分享 谢谢再见